您现在来收看的是 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 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4月22号礼拜一 那么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当然大家看到呢 有关于美超围跟辉达的股价的反应 所以大家想说今天完蛋了 但是呢今天很奇怪的 今天大盘震荡是 会让人觉得有点莫名其妙 第一个今天台子期在开盘的时候 其实还不错 但是重点是我们的大盘呢 这个指数呢上涨了 反攻了168点以后 开始又往下贯 而且呢这个上礼拜非常强势的 所谓的电线电缆股票 一六族群呢今天呢 非常的弱势 但是你要讲他早上有开高出来 但是因为是那个 我们看到除了桃园之外 让新北的部分呢板桥又停电 来重点来了 上礼拜五哦 那个东森的股东前朝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有做电话连线了 大概10点多哦 当我们当时有在讨论 有关于电线电缆股 然后我说应该差不多了 因为指标股合积呢已经变助益股呢 极有可能要变成储置股 然后呢这个其他股票呢 当然也有出现这个 所谓的助益股的部分 它真的很热 而且呢当冲比非常的高 在这个情况之下股价越走越高 让人放出来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可能急剧的一个反转 也就是说获利回土的卖压可能会出现 第二今天早上有很多人看到有些股票往上冲 大家去追上去的会发生一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就是 你有可能会追高 因为呢短线上呢会有当冲的进去以后 发现不太对了 它又开始撤退了 所以它震荡效应非常的大 所以今天会变莫名其妙的 有些股票就继续往上涨 我举例营建股25类的营建股 你仔细去看营建股的K线 然后你去看那个为什么涨停锁不住 然后打开冲出来量又放出来 然后大家又想说 探权交易怎么又浮上来了 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很奇怪的股票 那从今天开始 台湾将要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水情 意思就是说准备下雨了 那么好那有没有机会下在 真正需要这个水的地方 比如说下水库啊什么地方 那么水资源的概念之前也是一直往上涨 今天也开始做了获利回吐 那你发现短线上奇怪 这些股票都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到底有什么股票好做呢 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分析 所以呢大家今天 看到的股票就变成奇怪了 抓不清楚方向 但是呢同一类的族群呢 当然有机会呢 它脱离了以后 脱离这整个族群性的时候 有些股票呢 筹码还相对稳定 我等一下慢慢说给大家听 好了 那么近期之内呢 大家都认为说 哎呦 航运股好像是一个 可以操作的一个 大家会说这个礼拜可能是水手周 因为看起来呢 你从长荣身上去看呢 外资呢在这个上礼拜五呢 也买了买了一些长荣 但是呢 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情 这种股本比较大的股票呢 必须要不断的 不断的开始有买盘进去 会支撑 否则呢 当短线的大家冲进去 又要去想要当水手的时候 请你特别留意 因为呢航运指数呢 并没有大涨 我再讲一次啊 航运指数并没有大涨 上礼拜是有大涨了 但是呢 现在开始来观察的话 会趋稳的 那趋稳的情况之下 你进出这样的航运股 要特别留意 好吧 来了 好 我们来开始讲一下 好 那今天呢 等一下先看一下 比较重点的 重点的股票 大家都说 大家都说你涨的很多 真的涨够多吧 六天五根涨停板还不够吗 而且今天开盘的开出来 它怎么开呢 它开68 各位你去想一下 这64.2的平板 开到68这么高 各位你看哦 如果你去追价 就发生这样的情况 来 我现在录影的时间点 它叫跌停 好不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合积到底怎么跑的 你看 你看整个礼拜 上个礼拜 整个礼拜 礼拜五 礼拜四 礼拜三 礼拜二 礼拜一 再往上上个礼拜五 这边去跑的话 那么原则上呢 六天出现 五根涨停板 到今天再创高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没有发现 外资真的有买 可是外资会不会趁今天倒出来 这是重点嘛 第二 它本来就是注意股了 而且呢 股价呢 还在往持续往上走的情况之下 既然是指标 它就必须要强势 我们先讲一个重点 既然是指标 必须要强势 否则指标不强势 会怎么样 会带动下跌的过程里面 会把其他股票全部拉下来 这是我过去一直跟大家讲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滑融啊 滑电啊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 都是一样哦 开高以后呢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一阵子了 滑电也变注意股了 所以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我就说 其实在操作面上 短线大家进去做当冲哦 那基本上 那我现在问一下 如果你方向如果错呢 方向如果错呢 你说我反方向做 那是有机会的 但是方向如果做错 你是追上去的 那原则上 你中间 你可能要找个点 就直接出去了 好 这是今天礼拜一 上礼拜我有给大家看 我等一下找一下档案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找出来 好 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五是4月19号 大家请看 这个抠讯 你说我这个人到底贪还是不贪 我说我不贪 我刚才跟大家讲 而且过去你看我节目 我很遵守什么 纪律 纪律是什么呢 我的停力点到了 我一定执行 说卖就卖 好了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4月19号 他叫华电 大家请看这个抠讯 9点25分 来亮灯涨停 恭喜大家 好不好 恭喜大家 4月19号 华电 9点41分 短线 获利调节 好 前面是涨停 没错 涨停没有锁 对吧 遵守纪律 如果是这样 卖 就是卖 就是获利调节 若带为安 好 那如果你今天去看我在礼拜五所做的决定 我们是要带我们的队员去操作 好 那当今天我们看到 说 队长 等一下 那他今天还有高点 对哦 不过你有看到低点吗 是跌停吗 对吧 那既然基站这么激烈 我可不可以选择我落袋为安就有 我观看就好 我旁观就好了 毕竟这股票已经怎么样走到高点了 也就是说呢 我们看到的礼拜五它是56块3的高点 今天来到56块4 那么在创高以后直接拉回来 碰 直接打到跌停 好吧 那有需要这样子玩吗 不需要 我觉得还是稳稳的 先测 先放在口袋里面 好 那测完以后 当然资金要有效的运用 就要开始在盘面上去寻找 那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在盘面上 你所看到的一些营建股 冲得很厉害 我现在跟大家讲 我说你去看 今天营建股那个供上去涨停的 你看等一下 来来来 我举例 国舰好了 哇 空上去 啵 亮灯 锁起来 锁起来以为都没事了 结果又打开 来这量能有没有放 今天估计大概可以到10万张左右 10万张左右 你看那个近期的量 今天是不是出最大的量 今天出最大的量 好了 我先问一下 营建股如果这样看起来 价位是很可口 你知道什么叫做可口吗 也就是他们都是 30块左右的 那比起来 你要跟那些电线电缆股 你那些电线电缆股都已经飙到 飙到一倍以上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似乎比较可口 然后今天又发生一件事情 莫名其妙 碳权突然浮起来了 碳权啊 你说大盘不好对不对 等一下 碳权啊 碰碳权 那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 你去看一看哦 有一个标准会在这个地方哦 是不是感觉这些股价都很便宜 真的哦 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些股票呢 股价都很便宜 好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大家就会在这里面 那你看哦 这个买盘进去以后 往上攻了以后 就后续买盘接不上哦 但是呢 量能有没有放 量能有放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你看 你看他那边的位阶 你看啊 这样的位阶看不出来哦 我们现在缩小 哎呦 我的妈呀 真的是 这个 如果用位阶来看的话 确实是如此 但是碳权 是不是现在的主流 我先跟大家讲 因为盘面上 根本不知道要买什么 你要买什么 我问你啊 我买那个旅游 观光旅游 观光旅游不错 不错不错 旅营社嘛 观光旅游 来 再来呢 营建股也不错 好 那就造成大家没得选择 去往那边比较 不危险的地方 有没有看到 今天都要涨什么 非电族群 非电 好 非电就是传产的部分 涨这一些 但是 传产的部分 前面涨多的 是不是该让他们休息 合理的正常啊 你不可能要求 那个什么 电线电缆股 这样子 一次这样子 飞天从来不休息的 不休息到今天 好歹也要休息一下 好了 那让他休息的时候 这个资金呢 就会怎么样 开始扩散往外跑 去找寻找 哇 哪些股票呢 比较有机会 来 今天电子股里面 我们要特别去 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记得在我们产业先锋队的第一集 第一集 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找一下 我们的节目表 好不好 我们找一下节目表 给大家看一下 产业先锋队 周末版的第一集 来 大家请看 国聚 是不是 国聚 好 来 国聚是吧 当时的第一集的背景 我先讲给大家听 当时的国聚呢 他是现金减资 碰 减下来 刚好我录的时候呢 然后录完以后 播出以后 他隔一周呢 开始现金减资完了 重新上市 从 三四百 我记得 然后 一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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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当时的国聚 这个背景是这样 当时讲国聚的背景是这样 我为什么现在重新回来谈国聚 因为我曾经在一段时间用国聚台积电的股价做比较 两个竞争非常激烈 后来呢 国聚履履超车台积电在这个过程里面 后来呢台积电突然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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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么它一直并 并基美啊 并这些公司啊 这些所谓的利基型的公司 我讲利基型它一定是产生高毛利 所以它不断并购完毕之后呢 国聚呢现在俨然就是一个专做利基型产品的公司 所以呢它的毛利要不断的拉高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国聚它是拥有潜力的 先来看一下国聚它的本益比目前14倍 如果今天你要去买台积电放着 你一定心里面想的是AI 对啊 一定没有错嘛 一定是AI嘛 COWERS的封装嘛 先进制程嘛 你想了这么多 好了没有关系 那我跟你讲国聚也有AI啊 在被动元件的领域里面 我们所看到的除了一些小型公司啊 因为规模没这么大 但是小型公司它没有做一些利基型的产品 但被动元件在此时此刻 已经被大家忽略掉 完全忘掉了 什么电线电缆啊 重电啊 这些族群啊 哪有被动元件出头天的机会 没有 好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说AI刚好此时又大跌 那么AI的国外的一些概念股 就是腰股的美超围 美超围股价峰跌了20几% 所以把灰达也拖下来跌了10% 在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的AI概念股今天有表现的机会吗 难道说外资卖我们要趁机来抄底吗 你认为它是底吗 这外资它卖完了没 好 那这是关键来了 那你就回到看 我们到底要怎么去买 买个未来的机会 你知道吗 一个关键点 我先讲个关键给大家听 如果你期待AI是有机会的话 那基本上你要找位阶低的进去 没有错吧 这概念是有的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AI在这个现在过去啊 曾经被法人他所拥有的情况之下 会不会造成一个机制啊 什么机制呢 当AI股票不断的下跌的过程里面 法人他们有一个停损机制会直接卖出 好直接卖出 好吧 那就会造成一个什么 造成一个卖压沉重 第二融资现在目前在手的融资 他现在卡位在这些股票里面 他发现大盘不对节节败退 那这时候他会很担心 那融资也有可能卖出 这就是卖压的来源 第三就是短线当冲 在那边冲来冲去 冲方向冲不对了 好 然后也进行了卖出 好 各位想想看 如果卖压有这么沉重 那必须要有很强的买气 买方的力道把这个股价给扛上去 你来卖我来买啊 对吧 这个两方如果势均力敌 就在那边拉锯 震荡 对吧 但是有一方力道比较大的话 那会往下压 哪一方力道比较大 买气比较强大的往上推 卖压比较重往下压 好吧 那今天形成一个震荡效应 再看此时此刻的大盘 从早上的高点压到这里 它都在相对低点 好 我想讲的都到相对低点 除非等一下的全职股 有做全力买进 它才会往上拉 然后再翻红 如果不是经过了两个半小时以后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高点在那边冲不过去 因为我们来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 因为我们在礼拜五创造了一个历史 礼拜五的盘中的跌点不算是历史 但是收盘算是历史 好不好 大跌 那大跌以后呢 这个成交量是7000亿 可怕吧 跟大家讲啊 外资大卖 你看这根柱子 你看外资觉得那不用钱啊 那真的不用钱吗 外资都这样就算了 还有一个谁呢 自营商 自营商卖的可凶了 你看我每次我就说 除了外资就自营商 好不好 它跑超快的 好 卖了 只有投信在买好不好 好了 来了 那既然外资卖这么多自营商 卖这么多投信在买 怎么扛得住 那我们讲的买 这个就多方力道嘛 你这样一看就知道 哇 卖压沉重的 买气不足啊 是不是 好了 那今天是不是有点收敛 好 那我问大家 这个打到这个位置啊 在哪里啊 季限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 往这边靠 已经接近季限了 有没有 今天弹起来 稳在这边 量要缩下来 量一定缩 为什么 7000亿市 杀出来的量 好啊 杀出来的量 那今天有呈现量缩 对不对 但是价要稳啊 以指数的观念是这样看 但是你回到台积电身上看 各位 台积电哦 一个跳空下来的台积电 今天早上最高来到757 请大家看一下 757 现在目前746 好吧 747 就差了10块钱 所以我们的指数呢 本来是要往上扛的 现在又拉回来了 那你今天台积电来讲的话 礼拜五有13万张的成交张 今天没这么多 顶多大概4万张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大概是4万张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如果前面 这种买单 这样买不上去的情况之下 它的卖压是很沉重的 有没有看到 它卖压是很沉重的 如果在这边来看的话 除非呢 尾盘呢 又把它积极的买上去 那指数会产生变化 否则今天的大盘会这样子 指数会往 开始往下 因为早上开高以后 它的力道不足 就开始再往下回撤 本来应该要回撤 好 跟大家讲 本来应该要回撤 为什么这样讲 礼拜五你去看美超委 你去看辉达 虽然我们台湾股市 礼拜五已经怎么样 已经大跌了 但重点来了 因为它是加重 这个所谓的病情 你知道吗 AI AI两个重要股票都往下灌 所以现在指数来到 跌了100点 跟我早上的预期差不多 就至少又100点又跌下去 但是最后收盘的关键点 要看这些全职股 可是我看不出来 外资有收手的可能性 你就想说 外资在上礼拜五 卖了一缸子 晋商卖了一缸子 所以它今天来大力回补吗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外资有必要在今天大力回补吗 这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我们现在 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大盘的上上下下的震荡 我觉得大家比较悲哀的事情是在什么地方 你已经找不到什么股票可以来操作 简单来讲 你就看着什么 法人在操作什么 但你极有可能在今天会去追高 我再讲一次 极有可能在今天会去追高 因为有些股票是引诱你 尤其是开盘前的试戳盘 我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我们要试戳要戳戳什么意思 你永远都看不到试戳那种真实的参考 涨停一大堆 然后等到58分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奇怪 那本来挂那边的买盘 都抽掉 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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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我完全不是那個樣子 但是有些開盤是怎麼樣 它往上衝 你的腦袋裡面還什麼 你的殘影 腦袋的殘影 奇怪 它早上試縮好像亮燈對吧 所以它怎麼樣 它已經是要攻了對吧 就追上去 沒有攻了 把它追到最高點 戳給你戳好玩的戳假的 戳你的心理作用的 所以這裡面後面都有人 所以大家試縮參考參考 真正開盤以後 看量價的情況 再來操作會比較好 否則你每次看市說 你要受傷的機會很大 好不好 非常的大 那時間到了大概 還不到12點 但是我看到今天大盤整體而言 整個的氣勢 全盤還不錯 但是慢慢慢慢的 這一些所謂的 今天做短線的人 大概開始撤退 我在看 大概是開始 又開始撤退了 所以它到底有什麼好處嗎 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呢 你攔不住這一些 所謂想要做短線的投資人 因為呢 會害怕 所以你就採取什麼 當沖或隔日沖 可是現在隔日沖 會發生什麼風險呢 隔日沖有它的風險 為什麼 美國狀況並不穩定 尤其是科技股票 所以在這個情況 你要期待 未來財報發佈的 這些科技大廠裡面 是不是有一些亮眼的成績 否則的話就要看 就要看 美超維跟輝達 要不要直穩 好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那有關於AI概念 所以短線大家一直 感覺那個股價好像一直拖下來 一直拖下來 難道沒完沒了嗎 總有停的時候嗎 有 我跟大家講有 但重點來了 第一個外資 他在砍股票的時候 是不是把這個所謂的 病情給加重 那賣壓 帶動你什麼 你融資受不了 這樣 你現股或許受得了 我再講一次 現股或許握著 你還覺得說 我沒有那個補角的壓力 或斷頭的壓力 你放著 大不了就放著嗎 除息就好了 是不是這樣 這種心態 融資不行 融資是信用交易 所以你是槓桿操作 當股價節節敗退 在拉回的時候 你的壓力很大 你就選擇 要補還是要賣 所以好吧 那現在就要看融資怎麼來決定了 你說 上一次不是融資還 壓回來之後呢 還進場有沒有 那是因為覺得好像跌生了 應該可以進去去撈 但是如果大盤是這種弱勢的情況 就是開高 走低 開高走低 在這個情況之下 融資沒有這麼勇敢 我再講一次 融資可能就沒有這麼勇敢了 所以 現在開始要關心的 就是外資在出脫的這些持股裡面 它是不是賣的差不多了 賣壓是不是消化了 我們才可以重新考慮 要不要低階 否則你現在死時此刻去抄底 我覺得不穩 特別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不覺得說 現在這個行情到這個地方了 我們應該 它拉回 我們就要進去 拉回是機會是沒有錯 我們在節目當中 一直跟大家報告 我說你看拉回是機會 我沒有要大家說 你去追高追高 沒有沒有 拉回是機會 但是不是一拉回就是機會 好不好 你要去看喔 好吧 那好了 我看一下喔 我們從現在來看 剛才講的大盤是跌不到100點 現在目前是跌113點 好不好 就在這個位置左右 所以我這樣回過頭來看 早上有很多股票還算相當不錯 可是現在呢怎麼樣 賣壓就來了喔 就開始往下灌喔 欸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很大 什麼叫做問題很大 也就是說 早盤本來 你認為這一類的股票 它是會上工的 結果呢現在變成一個什麼 反向情況 啪一下 賣壓來了 開始往下灌 我看最明顯是哪個族群你知道嗎 我剛才有看到那個 喔 軍工 好不好 看軍工 早上還在飛 那現在很多軍工全部都押回來了 而且不是只有軍工喔 重電啊 剛才 剛才反應最大就是電線電燃 但是你 但是電線電燃它因為它漲多了 我特別講究一次 它漲多了 這是非常合理的 但是有些股票 它漲的並不多 為什麼這樣子一下子 好像大家全部要拖下來 尤其電子股喔 等一下我看幾檔股票 你看到電子股喔 這簡直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一定要這樣賣 然後你看喔 你看一下喔 你看第一桶 大家請看 你看第一桶 本來在高檔這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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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你知道銅價 銅價跟什麼相關 跟電線電燃都相關 而且銅價跟AI也有相關 這是我們過去講的 曾經非常強勢的這個第一桶 然後到現在 有沒有 它的獲利條件賣出來了 開始 本來好好的對吧 這是為什麼 因為大盤正在灌 有些人就在採取它的獲利 確保獲利 因為在高檔在整理的時候 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那你說 那為什麼怎麼沒有一口氣 就上去了 我再說一次喔 多方力道如果不足的話 它供上去 都供一半的 那個如果產生的獲利條件賣壓的時候 有人想要賣的時候 賣的人多的時候 那自然往下壓 好的這是關鍵點嘛 對吧 它是不是在高檔 對 再高檔讓它壓回對吧 所以它是不是拉回 拉回是不是機會錯 為什麼 剛剛不講拉回是機會嗎 不對啊 因為它高檔啊 你想看看 它在高檔在整理啊 突然拉回來這樣子 它是機會嗎 還沒 那你就回頭看一下 從哪邊開始漲的 這樣你懂吧 所以 不是說 它一拉回就是機會 那你今天講的話 那機會可多了 哪邊機會 你看一看 那是不是機會 好不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挑挑那個是 跌得最慘的 好不好 跌得最慘的 等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機會 來 我問你它是機會嗎 它不是拉回 拉回的我們有買跌停板嗎 等一下 那你就回來看它怎麼漲的 是不是 對齁 沒錯吧 好 那既然如此的話 指標已經跌停了 所以呢 後面就會有人跌停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找了那種 整理過的 等一下 整理過的天啊 這現在最近不是很多股票都在漲 所以大家今天就衝到哪裡去了 剛剛不是形容過一件事 你去看今天早上 我們看到那個 你去看那個 營建股 有沒有 是不是在多塊高檔 對齁 它有是整理過嗎 它不叫整理過 它早就是已經開始往上攻了 好吧 那有沒有整理過的股票 有 但是現在這個力道還沒上來 大家還在等 等什麼 等這個賣壓消化掉 錢要轉到哪去 每一次 都有這種股票會突然冒出來說 選我吧 為什麼會這樣 我現在告訴大家 因為你現在看不到指標 今天的指標呢 如果用 航海王的角度來看的話 似乎是長榮 所以當長榮在往上漲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萬海啦 陽明啦 但是你想一下 今天長榮盤中攻到哪裡 183 我現在目前在錄影的時間點 177 你覺得它有攻上去嗎 它也沒有攻上去 好吧 如果我買在183 你買在183 恭喜你 為什麼 你這邊已經有做一個突破 有沒有 短線上做一個突破 突破前面的反壓 挑戰前面的壓力區 好了 那你買在短線的相對高點 可是外資有買啊 對啊 一點都沒錯 外資確實有買啊 可是他買那個 一萬多張 他買的算多嗎 好像也還好啊 對啊 可是不簡單吧 因為外資大部分都在賣超的時候 這檔股票外資是買超 所以呢 他有機會是往上挺進 對不起 你要參考 我再講一次喔 航運指數 運價指數 他很重要 除非他近期一直大漲 好吧 否則的話 基本上 我寧可我吃金先放著 等待時機出手 你說那個熱 你說那個熱門 今天有超多股票 超熱門的 好不好跟你講 你現在回頭一看 不對 現在都開始壓回了 對吧 而且呢 跟今天早上的高點差了很多 但沒關係 你如果買對股票 明天都有機會再繼續上 好不好 買錯股票 他剛好這個時間 從高點再開始回檔 這個時候會比較麻煩 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這個會比較麻煩 但是也不要太擔心啦 我覺得台灣股市是這樣啦 那些籌碼結構是很亂的 尤其是外資在砍的時候 你是擋不住我 我們沒有這麼多資金子彈去 去護這個盤啦 沒有必要在這個時時此刻 但是呢 我先講 但是呢 等到那個賣壓趨穩以後 這個時候應該要可以進場 那當然就在這個禮拜啦 就在這個禮拜啦 不會拖到下個禮拜 各位請聽好 今天禮拜一賣壓還稍微 沉重一點 但沒關係 明天我們再看機會 如果手上買到了股票說 今天不好 今天就沒辦法控制自己 衝進去買了股票 買了什麼什麼什麼 不知道後面該怎麼辦 沒關係 好再講一次啊 沒有關係 後面該怎麼辦 我們來看一看 你的股票有沒有機會 好吧 那所以呢來 請問你今天禮拜一啊 4月22號禮拜一 早上看到某些股票感覺很強勢 你去跑去衝上去追了 好但是呢 追完以後他沒有上去 他就蹦蹦蹦蹦蹦他拉回 請問你買了什麼股票 你可以告訴我 4月22號禮拜一 請問你有去追什麼股票嗎 讓隊長幫你看一看 買了什麼股票 請留在我們的line裡面 什麼股票 買多少錢 買了幾張 好我來幫你看 那這個我們是要留 沒什麼太大風險 還是趕快賣一賣 你說我買電線電纜 請問電線電纜哪一個 我剛剛給大家看了 我剛剛給大家看了 你看這個重點看對不對 這樣掌停板以後 獲利調節 我避免了今天的風險 你這樣子覺得 這樣子對還是不對 我覺得我做得非常守紀律 有問題直接在line裡面發問 感謝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 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